那么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 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很落后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个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这些皇帝 官僚世代对于整个世界的形式 他不可能认识的很清楚 就是他不了解除了东亚地区以外 是吧 整个世界的这种真相 那么像明代 有些学者就认为 说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 那么这个传进了一个 一本这个关于地理方面的书 叫做昆雨全途 就是整个世界各国家 在什么地方大概多大 在什么位置上 搞了这么一个昆雨全途 那么这个明代的一些学者就认为 说这些东西啊 是执其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 足之所不能至 无所暗咽也 他说什么呢 说他说是吧 世界上有五大洲 有四大洋 他是什么 他是欺骗 就是因为人们呢 这个眼睛不可能看得那么远 看得四大洋 是吧 你的脚足不能够到五大洲去 无可暗咽就没有办法去检验 他对不对 所以说他就可以胡说八道 他说后边讲一话 说真可谓画工之画鬼魅也 就像一个画工 一个画家 他在画鬼 画鬼魅 是吧 人们没有见过鬼魅 是吧 他可以随便画 就讲说西方人讲说世界上有什么五大洲 四大洋 是吧 因为你看不到 所以说他们就胡言乱语 那么特别让他们感到 是吧 对这个昆宇圈徒 感到不能满意的 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中国画的 不但非常小 而且是在一个偏北 靠西靠北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那么他就很难接受 因为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始终相信 中国这个国家是非常大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是世界的中心 那么结果呢 中国在整个世纪地图 地图当中 在昆宇圈徒当中 是吧 画得很小 那么他们讲 说燕德为中国如此罪耳 这么小 你怎么能说中国这么小呢 而居于图之近北 他在图的靠北边 对于这个东西 他们是不能接受 那么这是名单 那么到了清代 同样是这样 同样是这样 那么关于这些问题 就是清代人们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错误 那么是有很多的 在这我简单的讲 这么几个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季晓兰 对吧 那么叫季云 那么季云 他就曾经讲 他说呢 这个 在清代 来华的外国传教士 有一个人叫做南怀人 那么曾经这个写了一个叫做昆宇图说 就是整个世界 是吧 画个图 然后他做一个解释 昆宇图说 说这个南怀人 所做的这个昆宇图说 当中提出了一个 世界上有七大奇迹 那么这个季晓兰就讲 说他所讲的七大奇迹 没有这个事情 不可信 他是怎么讲呢 他说这样 他说这南怀人 做这个昆宇图说呀 是什么呢 是一期东来以后 得见中国古书 因一访而变换其说 不必皆有实际 什么意思 就是南怀人来到中国之后 看到了中国一些古书 中国古书里 讲了很多那种 非常奇怪的一些事情 那么讲到世界 这个各个地方 中国各个地方 有很多奇怪的一些事情 是吧 那么看到中国古书之后 那么他进行了发挥 进行了这个改造 说实际上 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 就是他说 因一访而变换其说 不必皆有实际 没有这个事情 就是当时的中国人 那么对于整个世界形式 那么他并不清楚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 就是这个 曾经做过联光总督 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阮元 就是他教课过这个十三经 那么这个阮元就说 说西方有一种学说 就是戈白尼 叫做地动说 说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是一种科学的一种知识 大家都知道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 但是当时 这个阮元说 说不对 说戈白尼的这个说法 是上下一位 动静倒置 说本来是什么 是太阳围着地球转 那戈白尼说地球围着太阳转 那么这西方人 他讲的不对 那么还有人说 就是嘲笑西方人 嘲笑什么呢 他的缘故是这样 就嘲笑西方人呢 起言知识在脑不在心 他说西方人说 人们的知识 人们的记忆 是吧 在哪呢 是在大脑里面 是大脑是记忆的 而不是在心 那么这个说法本来是正确的 但是他说你这个说法不对 按照中国说法什么呢 就是人们的思想 意识在哪 是在心 那么这就嘲笑西方 说这些人呢 虽然穷工极巧 工业很发达 商业很发达 但是这些人呢 是心窍不开 他们实际上 他们是很愚笨的 搞一些那种 什么工业制造这些东西 他们可能很巧 但是一些核心的东西 他们的心窍并没有 来来来来 这个心窍并没有打开 那么还是很愚笨 那么这个 这种情况 是吧 后来伴随着 中外之间的这种 交往的这种日益频繁 是吧 那么国人对于这种思想的认识 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 但是 这个时候 中国人的这种思想 这种局限性 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思想保守的顽固派 我们不去讲 我们讲 思想比较开明的 曾经出使英国法国的 一个人 叫做薛福成 那么薛福成 他就讲了一个问题 他论出什么呢 他讲说 东南亚 这个南方地区 是吧 靠近赤道 比较热 这种炎热的气候 和这个地区 为什么没有能够出现圣人 没有出现伟人 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那薛福成当时的思想 应该属于比较进步的了 他在1890年 他讲 他说东南亚地区 地区很炎热 是吧 叫做阳气发生无穷 故玉物最为 故玉物为最红 说南方地区 天气很炎热 植物生长得非常快 这是个好事是吧 他说正因为 这个植物生长非常快 天气非常炎热 是吧 说天地的精英 终碎疏而不脸 一览无余 他每年都是不断地 在向外扩散 散发 他不能够聚脸 不能够聚集 是吧 一泻无余 不断地对外进行泄露 他说所以造成这个人 金力不能勤 神智不能生 这个人的精力 他就不能够集中起来 精力不能勤 神智不能生 什么 就是他有些精华的东西 都平常都是扩散掉了 他没有办法聚集 他说在这个南方 造物之灵气 忠于物 不忠于人 南方这些精气 精华的东西 都在这个物产方面表现出来了 植物方面 是吧 他生长的很快 生产的很多 但是他不忠于人 这个人 没有能够出现那种伟人 闲人 他说呢 这就是造成 自古未闻 有杰出之人才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南方 没有中国这样圣人呢 没有中国的这个 孔子 孟子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这个精华呢 是忠于物 而不忠于人 那么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反映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在当时 中国人产生这种 天生大国思想 是受到了中国这种社会 这种社会 这个这个 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是 造成他这个思想 天生大国思想 这种局限性的 一种社会的历史的一种原因 那么除此之外 普遍存在于民众当中的 这种华裔之变的思想 也是造成清政府 这种天朝大国思想的 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华裔之变 那么这个华裔之变呢 最初呢 是就中国境内的 各个民族而言的 它不涉及 这个国外的 其他的民族 是中华民族内部的 中国疆域内部的 各个民族的关系而言的 那么春情供养传 他有一段话 叫做呢 内中国而外诸夏 内诸夏而外遗迪 那么这个唐书 这个旧唐书当中 那么他也讲说 什么是诸夏 哪些是遗迪 旧唐书当中 他是这样讲 他说呀 天下非常大 是吧 大雨化了九个州 是吧 赤县神州 那么是中国所在的地方 是吧 那么大雨化了九个州 州带的时候 区分了六个福 他说这些东西 我们都不去讲 他说呢 凡是这个国父之所云 王教之所备 结位华夏哲也 国父之所君 就是直接向 这个天子 交纳税赋的这些地方 王教之所备 就是直接受到了孔孟的 或者这个中原地区的 这些王教教化的地方 都是华夏的地方 那么至于这些地方之外的 那些深山野谷的 比较边远的 偏远的地方的人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叫做藩国 那么这都是疑人 那么在中原统治者的心目当中 越是远离华夏的 这个文明的发源地 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这是黄河中下游这一带 越是远离 黄河中下游 华夏的这个文明区 这个发源地的 越是远离这些地方的人 就是越是野蛮落后的 这种疑人所居住的地方 华夏这个地方 这个黄河中下游这个地方 这是华夏距离的地方 那么这个华一观念的核心 是什么呢 是华夏这个地方 在各个方面 都是先进的 都是优越的 而这个遗迪所居的地方 各个方面都是野蛮的 都是落后的 那么这华一之间 是吧 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华和一之间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华夏地方 有高度发达的这种礼仪 是有文化的 有这种高度发达的这种礼仪观念 而伊迪和其他地方的 这些地区 是吧 他没有这个礼仪 没有这个礼仪廉耻 是吧 讲什么礼仪 没有这种观念 那么他们甚至讲 这个伊迪 伊迪就像禽兽一样 因为他不懂礼 那么像这个国语 周语当中 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这个戎敌 茂莫清禅 贪而不让 齐雪不至 若勤受烟 像什么呢 就是这个戎啊 敌啊 疑啊 这些人 是清 茂莫清禅 他们呢 没有一个什么 上下进退的一个秩序 没有上下尊卑的观念 不懂礼仪 贪而不让 好争斗 所以因此这些地方的人呢 就像禽兽一样 那么这个孟子 孔子 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 孔子说 一敌之有君 不如 不如华夏之王也 那么孔子讲这段话 什么意思呢 他说中国 是讲礼仪的 讲礼仪的 这个诸夏就是指的中国 中国是讲礼仪的 但是疑敌 没有这个礼仪 是吧 那么这个疑敌 是吧 他虽然有君主 但是他没有礼仪 还不如中国 没有君主的时候 你比方讲 在这个周代 周公和昭公 这个共和之年 是吧 共同主持这个国政 是吧 虽然没有君主 但是中国还是讲礼仪的 就是 满意的一些国家 虽然有君主 他没有礼仪 还不如中国 暂时没有君主的时候 因为什么 中国是讲礼仪 是讲秩序 是讲上下尊卑的 那么这是我们在讲到 这个中国古代啊 人们的这么一种 华裔观念的这种 思想的意识 是吧 那么这种华裔观念的 思想意识 到了近代 仍然深深的影响着 我们中国人 包括当时一些 进步的中国人 仍然深受这种 华裔观念的影响 那么在这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那么首先我们讲一讲 这个林泽徐吧 那么林泽徐在1839年的 一个日记当中 就讲了 他是记载 说这个宜人呢 他所穿的衣服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说衣服太绝不累 外国人穿的衣服啊 不论不累 为什么不论不累呢 说其难浑身包裹紧密 短银长腿 如眼距半坐糊涂等寿之行 说这英国人 男人穿的衣服都非常紧 非常短 不像中国衣服 是吧 换袍打袖 是吧 这个这个 长衫 是吧 大褂 他们穿的衣服都非常紧 紧身衣服 是吧 那么显得腿很长 就像演这个剧 演戏当中 扮作什么那种兔子啊 什么这个狐狸啊 像那种扮的这种形状 而且说这些人 说很多人 是吧 都是这个留着个大连笔落腮胡子 是吧 然后刮一半留一半 他的头发是卷的 他说这样的话啊 说让人一看就很害怕 说越人 指着这广东人 呼为鬼子 广东人把他们称作叫做鬼子 西洋鬼子 良非仇敌 他说这个不是中国人对他一种恶意的一种诋毁 不是对他污蔑 说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跟中国人不一样 是吧 白皮肤 什么这个 黄头发 什么蓝眼镜 高鼻梁 是吧 外貌跟中国人很不一样 他们穿戴衣服跟中国也很不一样 说不但如此 说这个西方国家还有很多这种遗敌的这种野蛮的遗风 像中国的野蛮人一样 有哪些遗风呢 说你比方讲英国的妇女 是吧 穿着衣服 一则上而露胸 下而重裙 说这英国女人穿着衣服 上面露着胸 下面穿着裙子 她有伤风化 不文明 是吧 那么讲英国的男女 这个结婚都是自由的来这个婚配 是吧 他说不但普通的这个英国人 是吧 结婚的时候都是男女自由的来结合 自由的婚配 他说就是英国的女王的婚姻 也是任其自变 他说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什么呢 说这个英国呀 事故蛮夷之国 因此就这一点看 他就是一个蛮夷的国家 非常野蛮 非常落后 是吧 不懂得礼仪廉耻 说是犬羊之性 出位之礼仪廉耻 又安之君臣上下 说像英国这个国家 这么落后 这么野蛮 不知道礼仪廉耻 连礼仪廉耻都不知道 他怎么能够懂得什么君臣大义呢 是吧 出位之礼仪廉耻 又安之君臣上下 那么如果说 我们前面讲到的 一些人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英国人的一种误解 那么对他的一些说法 是出于一种反对外国群裂的 一种民族义愤 带一些感情色彩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多讲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19世纪70年代 曾经出使到英国 做副使的一个人 叫做刘西红 是吧 和这个郭东涛 一起出使到英国 应该说 他是见过世面的人 那么刘西红 那么他在这个 出使英国之后 发表了一个议论 就讲 说英国人 很多事情 跟中国是完全相反的 怎么相反呢 他说 叫做论国政则 游民集军 讲国家政治 是游民到军 他是讲民权 民主 是讲这些的 论国政则游民集军 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 在家庭当中 这个妇女的地位很高 这个丈夫没有地位 论家规则尊妻而卑夫 论生育则众女而轻男 论宴会 则贵主而见客 论文字 自幼而知左 论书卷 则始底而终灭 论饮食 则先饭而后酒 英国人很多 很多这个做法 跟中国人都完全不一样 那么他呢 就说 为什么这个英国人 是吧 做的很多事情 跟中国都不一样 他认为他找到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他说呢 盖奇国 居于地轴下 英国人呢 是在中国这个地的下面 所带着地下之天 他们所顶着的 是地下的天 我们是在地球的上面 在地的上面 是吧 我们是顶着这个 地的上面的天 所以英国跟中国 是吧 为什么很多事情都相反 是因为 是吧 他们在一个地球之下 所带着地下之天 后面说 故因此 故 风俗制度 闲颠而导致也 因此他的风俗制度 跟中国就完全相反 他一个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 中国人之所以先进 之所以是人 是吧 西方他之所以落 之所以是遗敌 是啊 是因为他的这种地理 位置 生活的空间 就决定了啊 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 就有一个 人情之分 为什么我们是人呢 我们在天的上 在地的上 他们为什么是秦寿啊 是遗敌啊 因为他们在地的下 那我讲这些 就是要讲什么呢 就是由于这种历史的局限 是吧 这种华谊之变 鄙视外人的这种思想 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前 或者鸦片战争之后的 一段时间 是吧 它是中国内部的 一种普遍的 一种心理现象 它不是说某一个人 某个封建时代 风的思想 那么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普遍的一种民众的心理 那么是这些思想 也是导致